我这是和天价食材杠上了吗 最近水果蔬菜都吃不完了 闲着没事又来海边转转 原本这里是贝壳散落成山 捡都捡不完 这次来竟然一个活物都没发现 这里有一排个子巨大蛋 撞起来贼飞劲的螃蟹 一堆的海党好像还没有成年 还有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吃的海葵呢 食材没几个 要是被他咬一口直接能被抬走 他的名字竟然叫沙壁 听着总感觉不太对劲 奇了怪了 难道赶海还得挑季节的吗 发现了个海心怎么还少只腿 打野女王不能空手而归 立刻换个海滩试试水 一块来的小伙伴快晒成胖大型同款色了 赶紧让他磨掉我随身带的防晒 打不打野一年四季都得做好防晒 羡慕国内的小伙伴直接在我品会搜听了就能买 品牌直接授权折扣也没话说 还有防晒衣这样冒一键下单顺风大家别提多快乐了 要么还是说选择大于努力呢 那边什么都没有 这边都不需要发力 刨开沙子底下全是蛤蜊 个头虽然没有拳头大 但现在数量多呀 原地挖坑一挖一马带呀 这也太开心了 就在这时候 集美发现了一块满是藤壶的石头 缝隙里密密麻麻的全是海螺 螺还没开始捡 小伙伴又尖叫了 哇塞这个石头缝里好壮观呢 全都是天价藤壶 一个发财的机会近在眼前 但是没有什么工具能伸到里面 我跟小伙伴只能干瞪眼 今晚只能耗掉野韭菜做个蛤蜊海鲜饼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小伙伴只能尽在哪里面 小伙伴只能打个散彩 小伙伴只能打个散彩 栩议呃